好 继续来看到为了解决民众居住空间排水的问题 张怀文议员提案争取花莲县政府的经费来补助 协助平和村五区排水系统的改善 也获得当地居民的感谢 让居住环境空间变得更加安全舒适 老旧的排水系统在碰上雨时过大时 大水宣泄不及 就经常造成路面积水 严重影响行车与居住安全 在获得平和村长的陈勤案件后 县议员张怀文服务处就特立提案争取县府预算 进行排水沟的整治 张议员持续在我们花莲县议会 争取我们小型工程基础建设 成功争取到了330万的金费 把建设在这条水沟上能够来改善 前往会刊了好几次 在我们平和村五区的这条水沟 那将近450米 那非常感谢我们这次的提案 正式来提案 那我们县政府也 我们徐县长也非常体恤 我们乡亲的这个需求 平和村长张玉胜指出经过县议员的提案 争取到了经费 将450米长的排水沟进行改善 让当地居民长期淹水的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帮我们完成了这个老西的排水沟 那他对我们来讲真的很加惠于我们的农村 只不过是现在做得太好了 这条排水沟之前是二十几年前的工法 到处都破烂不堪 因为积水造成路面以及民宅积水 那这次张会吴议员帮我们争取经费 330万来征 做这个排水沟 以前农户要进去 在农作物也没有板桥 现在私做起来 让农户要在农作物的话 非常的方便 水流又很顺畅这样子 当地的居民非常感谢县议员的关心 可以一次解决长期淹水的问题 让平和村五区排水系统获得良好的改善 记者林杰受风箱采访报道 记者林杰受风箱采访报道